先来带您看到的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稍早宣布 取消美国官员和台湾官员的所有交流限制 蓬佩奥透过声明宣布 针对过去由美国国务院以国务卿名义 授权发布的所有台湾交流准则 美国行政部门还有机构现在都可以视为无效 蓬佩奥表示 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地的非官方伙伴维持关系 台湾也不例外 美台这两个民主政体共享个人自由 法治还有对人权尊严的价值观 美台关系没有必要 也不应该因为官僚体制的自我设限而受到束缚